好 主播国民党议员 市邻北投区选战 除了现任议员三名 还有一席名额给新人 这次黄子哲林姓儿二抢一 今天上午九点 民调结果出炉 林姓儿以63.66%的支持度 赢过黄子哲的56.33% 但这让黄子哲不满 认为这次民调充满瑕疵 甚至被记者问到 有没有可能脱党参选 黄子哲撂下狠话 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我们听他怎么说 这样的民调结果 坦白讲我个人是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不是因为我输不起 而是输得不明不白 这样的民调 我认为充满瑕疵 坦白讲这样的结果 不要说我来选 就算是蒋万安来选都会输 考虑说如果要参选的话 可能会拖党参选 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他一直在强调 有民调作假 但是是我被拉近 怎么讲 对 我觉得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游戏规则 不管他到底过程 你怎么努力怎么做 那你也既然认同了 这个游戏规则去参与 不该说我今天 我今天输了 所以呢 我的我就说 所以我认为这个游戏规则 是不对的 黄子哲提出质疑 认为先前党部做的民调 明明是自己领先林信儿 而这一次被翻转 超车大约七个百分点 黄子哲认为是有签电话线的疑虑 要求是党部查清楚 对此林信儿也反击 说自己在基层上 努力至少十年时间 并向黄子哲喊话 说全台游戏规则都一样 不该输了就说 游戏不公平 对此啊 好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